潮州第二公有零售市场建物于1961年新建 随着市场没落以及2016年使用契约年限到期后 政工所透过诉讼程序取回市场 强调市场基地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 建物12楼为合法建筑 三楼以上为非法加盖 近期预计开始实施拆除作业 这个地方是旧的潮州公有零售市场 第二个公有零售市场 那它在91年的时候 第一次都市计划同版检讨变更的时候 它就变更成商业区跟广场用地 那一直以来这个建筑物 它是属于围楼 因为它之前在合法新建的时候是两层楼 那因为成租户它把它盖成三层楼 增加它那个建筑结构的一个载重 所以它变成是围楼 强调市场已有十多年未营运 却坐永黄金地段实在可惜 而潮州镇近年发展有目共睹 期待新建商业大楼后 能有百货公司电影院等新商场进驻 公告围楼之后 我们一直协商住户离开了之后 那我们就最近刚好是要把它 向平通县政府申请拆除执照 要来把它拆除 那拆除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说 怕这个围楼影响到大家 第二个是要照都市计划的变更使用 就是商业区跟广场用地 那未来这边开发的时候 它广场用地可以提供做停车 那商业区的部分 目前政公所的方向是希望由委外经营的方式 或是设定地上权 那由民间企业来开发这个地方 那造成公所的收益 就是类似像我们停车场这样子 公所表示目前规划预计年底将全数拆除 在发包前规划临时停车场使用 增加公所收益 而新大楼依据建幣率换算 未来渴望打造成地下两层地上四层建筑 希望朝BOT设定地上全货共同开发等方式 委外经营来火化商场 评东新闻不一听蔡孟俊采访报道